最近有熱心觀眾李女士在微信平台留言給我們 這幾天她兒子無緣無故在家裡肚子痛 她想崩頭也想不明白是甚麼原因 因為平時兒子的起居飲食都是她自己一手把控 這幾天的生活作息其實跟以前都沒甚麼區別 為甚麼無緣無故會肚子痛 我想這個原因會不會在她家可以找得出來 我們現在馬上出發去李女士的家看一看 參與生活調查團有獎問答有機會拿獎品 本期的問題是以下哪種不是有毒植物 A 滴水觀音 B 玉桂花 C 萬年青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登陸生活調查團官方微博 或者微信答題搶獎品 帶著問題跟著我們一起展開調查 你是李女士嗎 我是 你好我是生活調查團的調查員佳佳佳 你好你好 想問啊 你現在的小朋友情況怎麼樣了呀 奶奶送她去兒童醫院了 現在還在診斷當中 怎麼突然這樣呢 你們今天吃的甚麼呀 也就吃了米飯呀 肉餅呀還有青菜呀什麼的 跟平時也沒有甚麼不同啊 聽著吃的好像沒問題 那是不是冷到了呀 晚上睡覺還是幹嘛的 這兩天家裡也沒開空調 不可能冷到啊 那就很奇怪 那我能不能看一下你家裡的一些東西 搞不好是她碰到甚麼了 或者是不小心弄到甚麼東西 我可以看看嗎 調查員仍然真正地觀察了客廳裡面的每一個角落 並沒有發現有任何特別之處 而且看得出你女士都比較謹慎的 小孩子喝水吃飯的器具都洗得乾乾淨淨 咦 她轉個彎一想 難道小朋友是吃錯了東西 我有些過期的什麼 她自己找的吃的呀 這些吃的我都分得很清楚的 而且她這個犀利很大的 她一般都自己都 你看她都打不開這個冰箱的 所以冰箱應該也不可能了 對 不可能的 所以我真的很奇怪 她怎麼就突然肚子痛了呢 不行 我一定要幫你找出事情的真相 不然我就回去了 那拜拜 我先去看看 林女士 你快點過來 我好像有新發現了 在一番苦苦搜索之下 調查員終於發現了線索 而且居然是在最不起眼的室內植物身上 找到的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快點快點快點 怎麼了 你看你家的這株植物 這個地方被掰斷了 這個地方被掰斷了 而且汁呢還沒有乾透 應該是剛剛弄弄掉的 你覺得會不會是嗎 難道 對啊 我在想會不會是 你看這裡還有個缺口呢 好像被咬掉了一點點 這個東西是什麼呀 賣的人說叫滴水觀音 滴水觀音 我倒是沒聽過 那會不會是它有問題呢 那我回去趕緊幫你調查一下這個滴水觀音 滴水觀音 原名叫做海湖 或者姑婆湖 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家用綠色植物 在空氣溫暖潮濕 土壤水分充足的條件下 就會從葉的尖端或者邊緣向下滴水 而且開的花好像觀音一樣 因此被稱為滴水觀音 我們又發現近年來 因為咬吃了滴水觀音 而導致中毒的案例 居然有不少 這樣的一顆予以祥和的綠色植物 竟然變成了害人的毒樣 我修衛科 最近啊 有五公分出息 他說爸爸 他說我感覺這個東西好像是 喊的是 纖維蛋白的 但是呢 說過以後 他就用牙齒咬了一下 咬了一下它嘛 我看到一邊嘴巴不能說話 那邊嘴巴挖下流口水 一邊呢 手五肚子 然後人就蹲下 他說不行了爸爸 他說我難受死了 想過以後 嘴巴的症狂就等於是 滿嘴巴裡面 刺痛的那種感覺 後來我看到 越來越嚴重 情況就不對了 所以抓進去 就送到浙江省治民醫院 究竟滴水觀音的毒性有多強 不吃了六肚又會怎樣呢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 來做一個小白鼠的事 那現在表面上呢 就放著我們 和李太借回來的 他們家裡的那盆 滴水觀音 然後呢 表面上還有兩隻可愛的小白鼠 那這邊呢 就是做空白對照的 就什麼都不做處理 而這邊的這一隻呢 然後呢 就會剪一些滴水觀音的葉給牠吃 然後呢 就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看看兩邊的小白鼠 會有什麼不同的情況 和反應出來 實驗方法 A組的小白鼠不做任何處理 而B組的小白鼠 將會使用一隻滴水觀音的葉 觀察兩組小白鼠的反應 以此推斷滴水觀音 是不是有道 調查完收集了一些滴水觀音的葉 碰碎之後 慢慢都進入B組的玻璃桶裡面 小白鼠開始拿起葉就吃了 B組的小白鼠 只吃了幾片細葉 就在短短兩分鐘之內 開始焦躁不安 原地打轉 前肢還時不時的抽搐 它開始凌亂了 那實驗來到這裡呢 是經過了兩分鐘的時間 在過去兩分鐘裡面 我觀察到這邊的小白鼠 就是剛才放了一些滴水觀音 進去讓它吃 它吃了之後 在兩分鐘的時間裡面 它已經是作出反應了 分別就是 有些身體的抽速抖動 剛才經過鏡頭的反應 大家都看到 雙手不停在那裡抽速 然後還有炎地打圈圈 還有是很焦躁不安的 我們看到它是 不停地爬那個玻璃桿 就想跳出來跳出來 我覺得它現在是非常難受的 我們現在呢 再來看看這一邊 做對照版的 這一邊的小白鼠 看起來是非常安逸的 享受它的悠閒下午 是在睡著下午覺的 這樣對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 這一邊的小白鼠 是很慘很淒涼的 我們馬上把這兩個桿 放在旁邊 再觀察一段時間 看一下 這邊的小白鼠 即是吃了滴水觀音 這邊的小白鼠 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實驗結果顯示 B組小白鼠 在吃了滴水觀音之葉之後 在兩分鐘之內 就出現了中毒的症狀 看來這個滴水觀音 是真的有毒 聽來報料人李小姐的兒子 真的誤食了滴水觀音 然後導致肚子痛 到底滴水觀音 哪個部位的毒性是最大的呢 接著我們就做第二個實驗 滴水觀音 作為家庭內常見的植物之一 居然毒性十足 還有可能致人死亡 當然要引起各位的注意 最有可能不吃到的是 滴水觀音的葉和經報 這兩個部位究竟哪個毒性最大呢 調查員再準備了一組小白鼠 來進食根莖作為對比實驗 C組小白鼠 同樣見到食物就拿起來狂吃了 不用一陣 它就把一小棵的根莖吃光 本來調查員猜 就是只吃了根莖的小白鼠 應該好像B組那隻一樣 吃了葉的小白鼠一樣 會先出現抽搓動的現象 誰知道 它直接就倒下了 好 根據剛才的實驗和觀察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吃了勁步的小白鼠 它的口度之後 馬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就是 躺在那裡 然後就抽出 反應是非常劇烈的 又來得特別快 現在呢 它好像都已經 有點霉製的感覺 完全都不動了 連動的肛都已經不動了 四四抓住 它應該也是很辛苦的 而這一邊呢 吃了葉的這一邊 目前來說 它的反應 就沒有這一邊那麼劇烈 但是呢 它呈現的一個 感覺出來 也是 很朝早不安 還有呢 也有些少的一個抖動 所以從這個實驗當中來看的話 勁步的毒性應該會比較大的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家裡有滴水觀音 這些食物的話 就要小心 避免不要讓你的小朋友 不吃了它 如果不是後果呢 就會不堪切上了 它的毒性存在於它的汁液裡面 接觸它來講 它引起中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它的毒性主要來講就是靠吃 只有靠吃了以後 才會引起這個 比較嚴重的這個問題 實驗結果顯示 滴水觀音的毒性是存在於汁液 因為徑部的汁液比較飽滿 所以誤食徑部危害最大 在這裡提醒大家 如果家裡已經有滴水觀音的朋友 盡量把你的滴水觀音放在室外 又或者小朋友不經常在這裡 或者摸不到的地方 平時修剪的時候 記得戴手套 以免接觸到皮膚造成癢養 萬一不小心咬食了滴水觀音 引起中毒 我們應該怎麼辦 至於這個吃了以後 這個引起中毒 怎樣處理 一個最主要是把它吐出來 吹吐 所以通過辦法刺激到喉嚨 讓它能夠把這個有毒的東西 即使把它吐出來 如果時間久了 這個吹吐不行的話 還是送到醫院裡面去吐 看來在選擇室外植物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留個心眼 尤其是家裡的小朋友 或者寵物 更加應該要小心 說回來 除了滴水觀音之外 還有什麼常見的室外植物 是有毒的 而且容易被大家忽視的呢 哪些植物會進行中毒 不知道 不知道 有的時候會吧 應該有吧 有 看來大家都有毒植物的了解 而且還是很少 那究竟還有哪些綠色植物 有可能成為家裡的安全隱患呢 實際上除了滴水觀音之外 我們知道很多家裡養的 原來綠花山用的 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 有毒的植物就是天南青科的 天南青科的裡面 花葉萬年青 現在我們做的 這個很常見的 廣東萬年青 也是很有毒的 紅掌它開花的時候 是紅色的那個花絮來的 還有這個白掌類的 我們稱為白掌類的 這個核果玉 核果玉類的 還有包括這個我們說的 現在也十分流行的這個綠螺 都都是天南青科的 天南青科單子葉植物 這一科裡面有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 接下來我們為大家 整理了幾款有毒的室內植物 一旦咬食是會引起中毒 大家要留意的 綠螺 綠螺 龜背竹 滴水觀音 是執液有毒 水仙花 花葉執液有毒 一品紅 枝葉勁有毒 常春藤 果實種子有毒 萬年青 全豬有毒 這些植物看起來都是賞心悅目 誰知道都是充滿劇毒 都頗具心計下 那麼植物專家 圓藝工人 甚至有家庭主婦 要天天跟他們打交道 那怎樣確保自己的安全呢 我一點都不怕牠 為什麼 牠是鹵汁有毒 牠鹵汁裡面就有毒 鹵汁就是有毒的 這個鹵汁我不去吃牠就沒吃了 我就碰碰牠 吃來講一點問題都不大 當然安全點就是帶手套來進行操作就可以了 專家手上的這個盆栽就是鐵海棠 本來是家居裝修的常見植物 因為近日被媒體報導為致癌植物 於是人人就避而軟之 導致很多花籠損失慘重 也都令到家裡很多養花的人擔驚受怕 專家告訴我們 對於科學上定義的有毒植物 和致癌植物都不用過於恐慌 因為這些有毒植物 是存在於植物體內的 如果不可以吃牠 或者直接接觸到牠的執液的話 只是用來觀賞 是非常安全的 不是吧 竟然會有嗅嗅中毒的植物 之前我看到一個新聞 有位老婆婆搬了屋之後 就把植物都放在室內 然後她有一天就休息 就把門窗全部關掉 過了一會之後就發現 有些頭暈和想吐想吐的跡象 難道這些植物會放毒嗎 在這裡我就有一個問題想問 是不是所有的植物 我們聞了都會有問題呢 它所散發出來的氣味 是不是都會有毒呢 以及放多少才會有問題 一兩盆又會不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呢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馬上為大家繼續調查 很多人喜歡在家居環境裡面養花 一方面是美化家居 而另一方面 一些花的香味 都可以令到人生情愈愈的 但在網上有很多篇文章說到 買花的選擇都要更新 否則會招來殺生的一個人 香味過於芳香的花味 好像葛梨、綠金香、玉桂花、百合花等等 雖然香氣不仁 但是長期接觸 會引起身體不適 所以不如在室內過多種植 這樣的說法 不知道街坊又是怎麼看的呢 每個人的生命願意買一個水 花香過門差不多 太近了 或者是花香很濃的話 會有一些不舒服 對於長期過多接觸末梨、百合等花的藍菜 很多街坊表示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不適 我們在網上翻查了資料 發現曾經一名七成的老人 因為天氣變動 於是將花羊頭的幾盆玉桂花 含羞臭、核金香般的餓質 想不到因為花散發出來的氣味 而導致行的狗心 呼吸不強 引起萬聖堂的狂鬥 難道真的種了花嗎 他叫幾盆花 可以搞到人頭魂新興 花店的工作人員 長期接觸大量的花位 那他們又有沒有事呢 我就是看 就是上網說什麼 放的太多了 然後這個空間比較窄 你要看的是什麼植物而已 有些植物是精化空氣就用的 但是家裡沒事的吧 沒事啊這個 這個香味會不會 它本來就是室內的 會不會對人有害啊 這個不會的 你不然的話哪有這麼多人 擺擺個擺家裡 他們擺擺的就是有香味 所以才擺家裡 自己咬那麼多花 會不會有什麼 沒有我們天天都聞這個沒事啊 對啊我這個天天都 我做這個我以前都在花店裡工作 我都做了三年多 在這裡又搞一年 我都不受人 那我都沒問題 我們暗訪了幾位花店的工作人員 他們都表示自己身體一直很好 不要因為長期接觸花有什麼不妥 但網上頻頻放出傳言 他說一種金香花裡面含有毒鹹 人在這種花場裡面 如果是站在兩到三個小時 那就會頭暈 他跟含秋菜一樣 都是會令人無法脫落的 而月桂花香氣令人空悶 甚至引起呼吸困難 夾觸桃的氣味 如果紋太內 會令人紛紛欲碎 智力下降 看起來身外危害不小 到底真相是不是這樣呢 看完那篇文章之後 我就真是半信半疑 因為文章所提及到的花花草草 有些都是我們的市民 會將它放在家裡養殖的 比如好像月桂花 和這些怕醜草 都是很常見的 而且不要說其他人 我婆婆都會養在月桂 在家裡 又好像會有什麼事 那到底聞到這些花的花香味 會不會中毒呢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做一個小白鼠實驗 現在桌面上 就放了三隻精明活潑可愛的小白鼠 有一隻我們就不做任何處理的對照版 它已經非常安逸地在訓宗教 我們就不理它了 然後這邊還有兩隻小白鼠 待會我們就會綁一些怕醜草 而這邊就會綁血桂花的花蕾 然後放置一段時間 看看它們聞完這些花香味之後 會出現什麼情況 馬上再實驗了 同樣是ABC三組小白鼠 A組不作任何處理 B組玻璃桶內放置一束 被全然定義為無法脫星的含羞草 C組放置的是廣州城內最常見的月桂花 傳聞說月桂花香聞多了 會呼吸困難的 那現在我們就等這兩隻小白鼠 分別享受這兩種植物的香氛吧 看看兩個小時之後 它們的狀態會不會有所變化 好 已經過了兩個小時 我們現在分別來觀察一下 兩個缸裡面的小白鼠 分別有什麼情況 嘉嘉見到小白鼠的狀態 都沒有任何變化 於是她決定加碼 再將含羞草草和月桂花的量 增加一倍 在加多一倍的花的數量情況下 小白鼠依然是安逸地渡過了兩個小時 這樣令到調查員狠心來決定 想買泥的整盆花都摘下來做實驗 看看這個花香 到底會不會好像傳言所說的這麼恐怖 好 又經過了兩個小時 這個實驗呢 我們前後是不停地加量 而且是歷時六個小時的 但是我們看到裡面的小白鼠 依然是一些不舒服的感覺都沒有 到底是這個量不夠多 還是因為她們嗅了都沒有什麼事呢 這個花香它的有毒物質會變成雞體 這個雞體無生無畏 它散發出來 那麼我們長期這個花長期放在室內 在家裡面 當個室下面 那不是說我們的一天到晚 只要在她的旁邊 就會把她的有毒的氣體吸收進去 那麼這種情況就問題很大了 不知不覺吸收 長久下去 每次吸收量 雖然很少我們做的 但是你長時間的話 肯定會導致很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目前沒有研究證據表明 有毒的發揮 它裡面的有毒的物質 會變成氣體散發出來 所以這個 對於這個吸入有毒氣體的問題 這個是不存在的 聽專家這麼說 看來因為懸崖植物散發氣味 引起人體重量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但是報導說老人家 因為搬了幾本月桂花 頭收腫和屈甘香在室內 而引起頭暈惡心 那又是什麼回事呢 老人你是怕冷 他把它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我有窗子 我就把它驗了 然後我就把窗子也關起來 封閉的空間裡面 我們說有影響的話 可能更主要是因為它的氧氣 在裡面的 人家提醒大家 花粉過敏 哮喘的朋友 盡量不在家裡養化 如果真的想養 那都選一些不開花 或者不在花旗的植物 在室內放置太多植物的時候 要注意通風透氣 而免缺養 那通常這些植物的毒性 都是深藏於體內的 只要你不是吃了它 或者是碰到它的汁液 都是不會有事的 齋紋和齋體都是不會有問題的 上個禮拜的獎品 將會在本個禮拜 聯繫眾獎的觀眾寄出 同時要感謝每周一檢 為我們提供的獎品 這份獎品 是他們為節目的熱身觀眾 量身訂造的家用食品 安全檢測套作 關注生活分析的你 一定不要錯過了 那如果說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最好不要養滴水觀音 萬年青肉 或者是甲竹圖這些植物 還有如果真的有這些植物在家裡的話 就要小心慎重 放高些 避免讓小朋友碰到它 另外如果大人 即成年人養植物的話 就沒有那麼多禁忌 一般在花店和園藝場買回來的植物 都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也可以放心養植 今期的節目時間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節目開頭的時候的問題 大家也知道答案了 快點掃一下我們的二維碼 去搶禮物 本期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下期同一時間我們再見了 拜拜